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梦想家的Channel,我是Tommy 重磅消息来了,央行正式回应全量房贷转按揭的方式 最新政策的解读来了 我记得在去年的8月份 在央妈宣布集体下调全量房贷利率的时候 前几天的时间,中央三部位曾经召出最高层的金融会议 果然这次的方法是预出一折的 就是今年9月24日早上的9点钟,三个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开会 个个都是猛料 原文的政策是这样的 私财经社电报发布,央行降低传量房贷利率 预计平均降幅大概会在0.5个百分点左右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24日上午 就举行了新闻的发布会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主要负责人 介绍了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的情况 多项重磅政策同时推出 加大货币政策调控长度 进一步支持经济稳增长 还有还有稳定房价、防止房价下跌 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负责人介绍 在房贷方面将降低房贷利率 并统一房贷最低的首付比例 具体是引渡商业银行将全量房贷利率 降至新发房贷利率附近 预计的降幅大概是0.5个百分点左右 将全国层面的二套房贷利率首付比例 从25%降到15% 统一了首套房和二套房的房贷首付比例 销出来了 重点来解读一下 有一些关于我们老百姓可以利好的一个政策 首先就是第一点 全量房贷下调50个BP左右 原文就是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负责人介绍 将引渡商业银行将全量房贷利率降至新发房贷利率附近 预计的平均降幅大概会在0.5个百分点左右 目前我们的房贷利率平均的利率大概会在3.95%左右 有些甚至乎会更高 我们以次计算 假如降了50个基点之后 如果说房贷额度我们是100万左右 供回30年来计算 每个月的还款月供会大概少了250元左右 30年是可以少了大概10万元左右的利息 另外大家要注意的是 去年的降传量房贷的利率是不包含第二条 今次说了无论是一条还是二条 都可以降到50个BP 第二点就是传量房贷转按揭 原文里面就是说到 潘工城回应传量房贷跨行转按揭 初期会先在本行进行一个转按揭 下一步会再考虑是否出行跨行转按揭 很明显就是说我们在短期内 暂时都会在本行内进行 例如我原本做中欧银行的利率 可能我的房贷利率是4.2% 可能现在新增的房贷利率是3.4% 那时候你就可以和银行的按揭去商量 现在重新签一个新的合同 将房贷利率是3.4% 但如果说我原本是在做中行 我要转到工商或者转到建行 重新做按揭 可能就还需要一段时间了 但其实跨行转按揭这个情况 其实在国外是非常普遍的 靠房者在办理完贷款之后 还可以随时去转银行 例如我现在哪间银行你都低 那我们就转到哪间银行 目的就是为了让银行之间有一个移无竞争 因为中国这边来说 跨行转按揭在国内唯一一次开放 就是在2008年的那时 大规模的全量房贷利率调整 当时的央行就是将房贷利率下限 从0.85下调到0.7倍 很多小银行为了留住客户 就开启了这个跨行转按揭 即卷都不行 一个就贴得给一个狠 不过当年这样做是因为 当时银行的一个正息差是比较高 银行的利润是非常丰厚的 在2008年的时候 大部分商业银行的正利息差 大概会在3%以上 哪怕是经历了2008年允许全量房贷 转按揭目之后 其实都还有2%以上的正息差 只要商业银行 2009年年报就显示 当年的正息差是为2.15% 比上年下降了109个基点 但是如今已经跌到1.8%的境界线 所以金融监管中国披露二季度 商业银行正息差的均值 大概会是1.54%左右 现在已经有31间银行 已经披露了半年报 银行中有11间是低于1.54% 如果今次都好像2008年 我们再次开启这个跨行转按揭的政策 可能大部分银行 接下来都不会有好好的资格 第三点就是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年底前可能会看情况 会再降低0.25到0.5个百分点 即是说 其实我们每一笔存入银行的钱 银行都会扣留一部分 封存一部分 将正底的钱放大出去 收回利息 譬如说我们现在存在100元进银行 银行一般会留7元钱 剩下的93元就会借出去 他就不会将100元全部借出去 这7元钱的意义就是 他们要时刻准备住 以防有长者或很多人集中取钱 所以这笔钱就叫存款准备金 存款准备金降低利率 说明了银行会留下的钱是少了 即是放大出去的钱是多了 即是说 市面上我们可以流通的钱是简直多的 目前我们的存款准备率 大概会是7%左右 在下调了0.5%的力度 可以说是非常之大的 相当于是比目前市场上 是增加了1万亿的一个资金 更不用说 可能未来还会继续放水 其实我们看回这个证件出来 包括中央银行 不断降低这些存款准备率 放了很多钱在市面上 包括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就是美国降息 也是说会有可能 相当一大部分的资金 是会回流回国内这边 所以其实我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相信市面上的钱是会流通多了 对于大家可能我们做事 做生意来说 可能都会是一个不错的促进效果 真的会是一个利好的政策 但是我们在说以后 可能具体实质 出来的情况 到底会否真的很好 或者怎么样 我们就真的要 拭目以待了 看看市场的反应是怎样的 OK 那我们今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